這個地方我們這個應該是2月跟3月 那就是他產生之前我先判斷一下 月份都不相同就不要讓他產生 那所以這個地方回到A2加1 那我這邊可以先 重新再 從一幅邏輯開始好了 插入函數 邏輯判斷一幅什麼呢 如果這個邏輯是 主要還是以A2 所以我們用Mans 這邊的話輸入一個Mans 如果A2 他跟未來加了1之後 加1之後比對一下如果不相等的話不等於是小於大於這個叫不等於 不等於什麼呢 他加了1之後的月份 所以加了1的月份就把這一段Ctrl C貼上 這邊把他A2加了1 就是他 跟他加了1之後 如果兩個月份不相同的話 OK這個邏輯應該可以了解吧 然後呢輸出為 如果不等於的話那就沒有 就是不要輸出 反之呢 那就是等於同一個月份 那怎麼樣 A2 加1就可以了 就跟剛剛一樣輸出那個東西 按確定 這個邏輯應該沒有問題了 向下填滿 向右填滿 理論上3月1號會不見 但是3月2號呢會出現Value錯誤 這個緊開頭一定是 叫做Error message 就錯誤訊息 那錯誤訊息的話呢 意思是說Value的 Value是值嘛 意思是說呢 你給我的 值 Mans 刮虎應該給他一個日期判斷 可是你卻給他一個空的 因為他上面這是空的 所以上面空的 那就是值的錯誤 怎麼辦呢 沒關係 前面講過過濾掉嘛 把這個減下 再重新減下公式有沒有不包含等號 過濾的話用ifl 把剛剛減下來貼上就可以了 減下貼上就可以 減下有沒有OK 插入ifl 貼上 如果他裡面有錯誤的話 變成沒有東西 這樣就OK了按確定 向下 向右 過濾掉OK 所以拉到底 全部都delete掉 不過這個 只是為了要5個delete的功能 那當然手動其實好像快不了多少 所以如果說 工作裡面遇到這種狀況 你還是delete也沒關係啦 因為其實沒有差很多 但是前提是 未來這種可能會差很多的話 你記得你就不能一直在那邊delete delete 所以 還要試情況 所以我是覺得 像要不要寫VBA 要不要使用公式 前提是 如果你的資料量大到 你不能用人工處理的話 如果用人工處理會 會是一個問題 那你就可能要想更快的方法 OK 好 第一個我們就完成了 第二個就是 設定格式 那裡面的格式 禮拜六 我希望 給他一個顏色 禮拜天給他一個顏色 可是問題來了 我用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格式化 好 那格式化特別注意 在函數的部分 你不能說 我今天 從插入函數 就可以改變格式 特別注意 插入函數 這一件事情 是無法改變 他的格式 能夠改變格式的 只能夠用 這上面的方法 其中會有一個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OK 那 其實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 你可以找找看 有沒有什麼方法 新增規則 有沒有 他有依 根據什麼呢 最大最小 裡面有沒有日期 沒有 這個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日期 有特定發生日期 但是呢 只有什麼呢 昨天今天 他有沒有禮拜六禮拜天 好像沒有 如果有的話那就好了 因為如果禮拜六 有沒有就格式禮拜天 但是沒有怎麼辦 好就這個不OK 所以這個有沒有 這個前後百分比不對啊 這個有沒有 這個也不對啊 這個重複為一 也沒有啊 所以 最有可能是公式 那這個公式意思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以前呢 你可以在插入環數裡面用的 你可以把插入環數的概念 拿到這邊來用 也就是說呢 如果是禮拜六禮拜天的話 那你就是 等於weekday weekday怎麼樣呢 他如果等於一 那就是 他是禮拜天 那你再去做格式 OK 那 可是你要怎麼做 一 請各位注意一下 設定格式化條件之前 請你要先把 範圍告訴他 就是你要設定格式化的範圍 那範圍是從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整個把它選起來 但不一定要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樣比較快 整個把它選起來 1 2的話呢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那規則的話 以公式來決定 那我們 可以利用之前的那個 weekday的概念 等於什麼呢 先打一個等號 week day 不過他有個缺點 他不能插入函數 所以也不能選 你要把函數背起來 自己打這個沒辦法 錢瓜糊 告訴他什麼呢 你幫我判斷一下 那儲存格他會問你說 那你的接下來這個後面 你的起始儲存格從哪一個開始 OK所以呢 我們是從A2開始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A2 那他會怎麼做呢 如果A2等於 1的話 意思就是說 如果裡面的儲存格 假設這個條件等於1 那他會 這個A2指的是 這個範圍的左上角 那他會怎麼樣 一個做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最後你這個範圍裡面每一個 你有選取的 他就會幫你 抓到這個裡面判斷 那A2指的是 第一個從哪個開始 範圍 就是 延伸你現在選的這個範圍 那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做底下的格式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個其實以後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不見得一定是這個公式喔 裡面你只要在插入函數裡面可以表達的 像邏輯判斷那些也都OK and or也都可以 只要他這個是 丟進去的是等於1的話 有沒有這個日期丟進來是不是1呢 第一個不是嘛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是 所以他就設定格式 格式是設什麼格式呢 我把它設定一個 字變紅色好了 底色填滿是變成黃色 按確定 那這個公式先複製一下 確定 有沒有 禮拜天 因為呢 這樣快很多 其實可以用在很多很多地方上面 只要是公式喔 函數可以的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那這個主要是解決什麼問題呢 解決 函數沒有辦法設定格式的問題 OK那你可以配合什麼新增規則 只要能夠使用公式有沒有 本來要填在這邊的你把它填到這裡 然後呢等於7的話 那我設定另外格式 假設是 填滿是 底色用淺綠色 字的話用深綠色好了 假設這樣 這個格式自己挑沒關係 按確定 有沒有 有沒有全部填完了 只要是在這個範圍之內的 他就一次全部做完了 這個變化很多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喔 只要是 你將來會遇到的情況都可以 就是前提就是 那如果你未來要看裡面的規則 你可以管理規則 跳進來 之前我看到我同學是好像做錯了就好幾個不止兩個他一直做一直做 可能如果你要編輯他的話 按編輯 他就跳出剛剛的畫面 如果說你要 刪除 或者是新增 也可以從這邊 這樣第二個部分就完成 就是 格式化那個 禮拜六禮拜天 但如果你 覺得 禮拜一到禮拜五要變變顏色也可以啦 你變七彩 紅塵黃綠 也可以啦 不過 這個 有點太亂了 OK 那做完之後呢 那接下來我們需要什麼 需要在這個底下 按右鍵 插入一列 對不對 這邊底下 插入一列 做什麼呢 可以讓我們填資料 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要這樣子做的話 你需要插入 總共 一直往下 總共有 1到31 你要插入31次 OK 那如果我今天我不希望你做這樣的事情 一樣啦 其實 所以 我們做的事情是解決 不要人工來處理 但是要快速解決這個問題 有沒有什麼比較快一點的方法 當然是有啦 要不就是你寫一個VBA 不過前提是你已經寫好一個 假設我寫一個插入空白列VBA 我按一個什麼呢 我執行之前我先把這個先 先複製一個 Ctrl鍵按住 拖拉工作表 為什麼要複製 因為VBA執行完他 不能夠 復原 不能Ctrl自己 所以不可逆 那我把它執行起來 給各位看 執行 好了 很快吧 做完了 OK 不過前提是 你要把VBA寫完 OK 但是這個可能比較遙遠一點 我們還是 先講一些不用寫程式的方法 但是你說寫程式 不是會很複雜嗎 其實程式 真的只有這麼幾行而已啦 甚至如果你不設定列高的話 像我剛剛這地方不設定列高的話 其實大概真的就只有三行而已 就寫完了 怎麼寫的話其實就回圈嘛 我前面講過啦 其實寫來寫去就回圈 裡面做什麼 就音色 有沒有 哪一列 就是插一列在那個位置就對了 OK 跑一個回圈跟他講說 從最下面 那為什麼要從下到上 因為 你如果上面插入一列 位置會往下 會變動 那你如果再插入一列 你要再算一下他的位置 所以這樣很麻煩 倒不如從下面往上 那這個當然可以試試看 如果有興趣同學 跑一個反向回圈 再加上一個什麼 Rose 就是列 的物件 插入 insert 就OK了 那如果有興趣同學可以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你還是想想看 如果不寫程式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完成這件事情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需求很簡單 就是 在每一個 日期的下方 插入一個 空白列 其實就是 一列下面 工作裡面其實還好像還蠻多 也會遇到類似的就是 如果你剛好你希望你 資料的每一列下方自動產生一個空白列的話 當然其一啦 反過來 還有遇到是什麼 同學遇到剛好顛倒 就是 很多的空白點 你希望快速刪除 應該有這種情況吧 兩種都可能 一個是 希望快速的插入空白列 一個是 快速的刪除空白列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 懂的方法的話 其實很快就可以把問題解決 不是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 慢慢查 按右鍵 反正就是31次 而已嘛 不過 當然 我是覺得你要提高效率 一定要想辦法 讓你的工作的 流程 工作的方法 有所不一樣 所以來上這個 這個課 才有意義嘛 我們其實就解決 一些你可能 想不到的方法 可能以前你可能就是這樣用 但是有沒有什麼 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會這樣用